中立国民运动中心补助款谁争取? 陈雪胜,体育局杠上 生活新闻! 2018年7月24日08分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8月30日是营运在即,补助款谁争取? 陈雪胜,体育局杠上 记者李荣平社 记者李荣平桃源报道,国民党桃源市长参选人陈雪胜,23日前网集将在8月30日是营运的中立国民运动中心了解工程进度 他表示,当初协助地方向中央争取补助款,原本去年10月就要启用,郑文灿团队接手后到现在都还没完工 陈雪胜强调,如果是他担任市长,会亲自督导列馆市府相关重大工程兑现对市民的各项承诺 不过,市府体育局随即回应陈雪胜的话,指出中立国民运动中心总工程经费6亿2000万元,包含体育署2亿元补助款 是市府当初积极向体育署申请补助没有经过陈雪胜委员争取 体育局还说,市长郑文灿上任时,桃园市没有任何一座运动中心动工 为了提倡运动风气,体育局成立后,推出10个运动中心,5个体育园区的重大建设计划 桃园国民运动中心已于5月22日营运 南平运动中心预计7月31日市营运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也将在8月30日起市营运 内部规划室内温水游泳池、体势能中心、韵律教室、羽球场、综合球场及桌球市六大核心运动设施 顶楼还有棒垒球打击场、户外攀岩场 对此,陪同的是议员梁维超、陈雪胜团队反驳说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是吴志阳担任县长和立委向体育署争取补助 当时还有桃园、卢竹国民运动中心计划 或中央补助的运动中心另由市府边经费兴建 卢竹因为选址问题延后 郑文灿上任后负责执行 前半段限制时期作业还没有成立体育局 但是都有七成记录可以查 只是适逢中立国民运动中心申请使用执照及办理验收工作 陈雪胜等人不得其门而入 只能在门外说明 并强调是营运时会再来 希望市府要能掌握工程进度 让市民及早享有优质的运动设施环境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8月30日市营运在即 补助款税争取 陈雪胜 体育局杠上 记者李荣平社 记者李荣平社 陈雪胜 中 梁维超 左二 等人会堪中立国民运动中心 记者李荣平社 陈雪胜 右 梁维超 左三 等人会堪中立国民运动中心 因门口施工中 请勿进入的告示 不得其门而入 记者李荣平社 相关关键字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 补助款 陈雪胜 体育局 快加入 新闻送上来 Android LINE 加入好友 陈雪胜 陈雪胜 自诩强认 少数活下来的蓝营立位 感谢附坤其全力支持 陈雪胜 全力以赴把桃园赢回来 超高现金 回馈 我最好的玩乐伙伴 陈雪胜 其步来选 国民党 桃园党部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